今天我们来做沙拉酱 做法和食材都非常的简单 准备一个鸡蛋 我用了土鸡蛋,去壳之后30克 白糖35克 白醋8克 食盐2克 奶粉25克 玉米油250克 先将鸡蛋敲进碗里面 再加入食盐 加入白糖 加入奶粉 然后用打蛋器将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打发至所有的食材都融合在一起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食用油 油不要一次加太多 少量多次的加入才不会油水分离 没有打蛋器或者是舍不得用的话 可以用蛋抽来搅拌 每一次加油都使劲的给它抽打 油已经加进去了一大半 这个时候搅起来会比较费劲 加入一半的白醋 这个时候会稍微稀一点 接着加油继续搅打 油全部加完之后 将剩下的白醋加进去 然后将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这时候我们的沙拉酱就做好了 颜色变得微微的透明 做好的沙拉酱可以用来夹面包 夹汉堡 拌水果 拌蔬菜 放消过毒的密封碗里面 放冰箱冷藏 一个星期之内吃完就可以了 没有添加剂 吃起来更加的放心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观看 我是阿宇 拜拜